國境邊界管理的最強版 也就是所有的國家 不准進來台灣 對 特殊的我們當然不要說 另外我們自己的國人回來台灣 一定要隔離14天 但我幫這個措施講一句話說 要走兩三天就沒那麼嚴重 錯了 我們封鎖國境是讓外國人進不來 我們現在從六個八個十個 二十三個 全部都台灣自己國人 國境就算十天前鎖起來 沒有效了 等我們的國家可以進出 我們是自由的國家 又不能砲掘 有人說這個國境的封鎖早一點 其實我們在防疫 過早跟過慢都不對 不是有一個天秤說 我一個月前就叫你一集開設了 那個隔離我都不講了 就是說太早有時候資源會浪費 比如說現在就把國家 列為緊急狀態 那後來怎麼辦 所以即時 所以邊境管理為什麼 陳松堅講一句話 我不知道你有注意聽到嗎 現在把國境放起來是對的 它不是為了不讓外國人進來 是為了讓我們國內的醫療資源 準備好 有大量的人要收了 你還讓外國人進來去 準備又要收大量的人 我沒有那麼多的人力去處理 所以我把國境關起來 國境不叫鎖國 而是減少變數的量 變數量越少 我追蹤越少 這個有給我講一下 我實在是覺得這個好 我坐了一個 一台計程車 這個問獎 我實在覺得我有夠佩服 你知道我要坐 他也不知道我什麼 因為我們都戴口罩 他競然都會給他開門 我想說 我現在服務怎麼會給他開門 給他開門 說叫我不要摸那個門把 怕你亂摸 原來他是怕我害到他 他下一個誠課 小豆 他是為了下一個誠課 對 然後開開後 他又去把座位 炒一炒 噴一噴 都是酒精 好 然後叫我坐之後 他說你不用關門 我幫你關 然後他跑去前面 然後開車 我說你怎麼就這樣 他說保護你也保護我 檢驗一次要花 國家要花多少錢 花平均2萬到5萬 在你個人身上 檢驗一次 還是檢驗三次 三次 要2萬到5萬 是 如果確診的話 確診的話你要住院 住院完以後有20萬到50萬 因為你要住14天 你並不是住1天 腹癌病房特別貴 是啊 你了解嗎 為什麼我們醫療人員 會怎麼在乎 為什麼我們在乎 因為我們花掉是 這種血汗真的的錢 所以我們現在一天檢驗的量 其實政府也花不少錢 是啊 我們投入很大的經費 哇 你了解了嗎 好好好 了解了解 晚間10點盡情鎖定 正直到了